大家好啊 肖战工作室 获得了营业性演出许可 有效期至2026年的1月10号 感谢大家收看啊 没有订阅我这个频道呢 欢迎大家订阅一下啊 订阅一下 备受瞩目的肖战工作室 获得了营业性演出许可啊 有效期延续至2026年的1月10号 这个消息啊 给粉丝们和娱乐圈啊 引发了很多的反响吧 就是说 这个背后的故事呢 就是说解读一下啊 这个肖战工作室 营业性许可意味着什么啊 以及这对于肖镇和整个娱乐产业 带来了什么影响吧 这个营业性许可的背后呢 就是肖战工作室啊 获得这个许可啊 是就是事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吧 对肖战的演艺生涯呢 是一次加速期啊 对于整个娱乐产业啊 这个演变一个缩影吧 这个许可呢 背后阅含着肖战工作室啊 将建立一个新的演艺高度的线号啊 不再受限于零散的演出和节目邀约 营业性演出呢 他这个许可为肖战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啊 让肖战呢 他这个表演能力啊 能够更为广泛 就是展现自己啊 这个事业发展 给粉丝们带来了很多 亲近偶像的机会啊 就是说 共同见证肖战的演艺事业 不断的升华 肖战工作室呢 在营业性许可 他这个背后啊 即将探索娱乐形式的多元化啊 除了传统的演唱会和综艺节目呢 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些 先期的演出形式吧 有音乐剧啊 线上演唱会等 反正可以成为未来肖战工作室 发展的一个方向吧 这样的多元化呢 可以欣赏到肖战的表演啊 还能够体验丰富的这种娱乐形式啊 让娱乐业呢 更加的有生计吧 肖战工作室就是说 获得这个许可呀 对于商业价值呢 就是意味着肖战啊 不再只是一位艺人 更是一位商业演出家啊 这个肖战这个许可的背后啊 就是说整个商业模式 一个升级吧啊 对艺人的商业化的一个追求啊 为整个产业链呢 注入了一个新的动力吧 这种肖战工作室啊 就是预示着啊 有更宽广的舞台 进行这么一个翱翔啊 对于这个肖战呢 有巨大的推动啊 反正对于娱乐圈吧 期待肖战啊 就是在一个起点上啊 能创作更多的耀眼辉煌吧 感谢大家收看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